我们要远离 我们一定要记住 念佛 念法 念僧 念佛就是念 居而不明 念法就是念 正而不邪 念僧 就是念 静而不然 去住持三宝 又无量功德了 这个我们要懂 千万不要认为 现在的出家人 不守戒律 不守规矩 造作破戒 做许多不如法的事情 我们就对他生轻慢心 那就错了 那是凡夫 那不是佛弟子 佛弟子对于破戒作物的比丘 都是尊重 所以一样的离境 尊重 不跟他学习 看到他做错的 回头想一想 我有没有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如果有 发现有的时候 要改过 没有呢 要勉励自己 不要犯他那个过失 那为什么要尊重他 因为他本来是福 你说要不要尊重 连地狱众生 都本来是福 所以要尊重 还有 他穿的出家衣服 提了光头 是个佛教形象 这个形象呢 要是被真正修行人看到了 提醒修行人 修行人也看到出家人身保 他第一个就想到什么呢 念神 念佛念法念神 念神 六根清净 一成不然 要求自己 我要六根清净 一成不然 他提醒过了 这个功德就大了 尼苏木雕 才化的佛像 菩萨像 我们供养他们 也是时时刻刻提醒 我们供养摄像 摩尼佛 看到这个形象 就提醒自己 是假 仁慈 待人要仁慈 摩尼是清净 对自己要清净 你看到这个名号的时候 马上想到 我怎样对待自己 怎样对待别人 他是提醒你 凡夫 记性不好 没人提醒 就忘掉了 如果有个人天天在你面前 给你 叨扫的时候 你又会嫌得麻烦 讨厌 唠叨 你不喜欢 造个佛像 他又不说话 供养在那 叫你一看就提醒你 这个好 所以佛法 这些东西 要用现在话 都是道具 在学术名词上 是教具 教学的工具 用这个东西提醒你 用观音菩萨 提醒你要大慈大悲 对待人要慈悲 地藏菩萨形象 提醒你 要懂得 校养父母 奉事事长 尊师重道 都这个意思 他不迷信 每一天有个人说 你要孝顺父母 天天给你讲 一天讲多少遍 你不就都讨厌了 所以佛法用艺术来教学 让你欢喜供养 又收到时时刻刻提醒的效果 普贤菩萨叫你落实 你所学的东西 一定要在生活当中落实 在厨师带人 介物当中就落实 这叫普贤 很好很好的意思 你不能不懂 你要懂得说 这佛菩萨形象 全都给上阔 那个殿堂是教师 不用说话的 然后你对于佛法的教学 才佩服到五体投机 他怎么想的这么周到 做的这么圆满 显示出佛法高度的智慧 第一遍相图 我小时候 在家乡的时候 城隍庙里的 阎王点是泥塑的 每一年 母亲会到城隍庙烧香 一年总有个三四次的 带着我们小孩 阎王点就烧香 就告诉我们 你看看 做什么坏事 乱说话的 打忘语的 八血地狱 一样一样给我介绍 印象深刻 一辈子不会忘记 无论在什么地方 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自自然然 心里头有悦素 不敢求你 不敢敢坏事 想着 有报应 这个报应是真的吗 真的 你细心冷静观察 你的周边 就在你周边 你看这个人 出了事情了 或者得了病了 遇到灾难了 你想想看 他得的这种病苦灾难 与他 日常生活的行为 绝对有关系 那这个因果 你就看到了 你还能不相信吗 只有粗心大意的人 心浮气躁的人 他看不出来 细心冷静的人 看得清清楚 所以心不能有我你 心要常常保持善你 善心 善也善心 没有一样不善 你的周边环境 全变善了 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 学佛时间久了 慢慢的体会深了 懂得这个道理了 那我们真的 就把它做出来了 我们周边的 那些小动物 房子里面的 老鼠 蟑螂 蚂蚁 蚊蚊 蚊蚣 跳蚤 这小东西 常常在房子里 干扰我们 我们学会了 可以跟他商量 可以跟他谈条件 我们可以共同生活 共存共荣 互不侵犯 不干扰 你也不干扰我 我也不干扰你 我看到你 绝对不会杀你 不会伤害你 那你们到这边 找东西吃吧 我会用一点 你们要吃东西 放在旁边 墙角上 你到那里去吃 听话了 共存共荣 外面树木花草 我们也可以给他 卸掉 我们爱心照顾照顾他 他长得很茂盛 花 看得很香 很美 很香 比平常真的 像一年辈子不值 古记得特别好 小鸟也给他卸上 这个书 留着 供给我们人吃 你们不要吃 另外两个书呢 专门给你们吃 听话了 这都实验成功了 所以念 念念是爱心 念念是尊重别人的心 接受别人的批评 而不批评别人 说服从这里学起 别人批评 不管批评的对跟不对 错误的批评 不要马上就反驳 你反驳以后没有人 再批评你了 古人讲的话好 你对我批评 有这个过失 我改过 谢谢你 没有这个过失 我也谢谢你 提醒我 希望我以后 不犯这个过失 这就对了 有时间 多读神仙书 多读神仙书 跟神仙人交朋友 跟他们一块往来 转移有好处 他们的精英 他们的智慧 可以传授给我们 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 第三个 精进性 以妙 以妙云 成真之精明 尽许 亦 真 今 什么叫妙 妙 妙是讲的 诸法实相 万事万法的实相 真相 真相 非有非有 你不能识到我 你也不能识到我 确实 如金刚经上所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真的是有现象 但是现象存在的时间 非常短暂 你决定不可得 那我们现在看这种现象 是什么 这个现象是虚幻的 决定不是真实 他相续的相 佛法里面讲的什么 不相应心法了 用现在的话说 不相应心法 就是抽象的概念 是一种虚幻不实 相续的抽象概念 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世界也是如此 所以同学们 再过一年天 我们找个时间 我带了一个小电影片 放给你们看看 让你们体会体会 你就晓得了 佛法讲这个宇宙 一时 遁形 你看佛经 开头讲世界 如是我闻 一时 那是跟你讲真话 讲一时是真的 讲过去未来是假的 确实只有一时 那个一时的时间很短 一时 很多人不懂 什么叫一时 有很多人翻译经 把他一时 有一天 这个翻法 大错大错 哪里什么有一天 有两天 不可以这样讲法了 那个一时 一时的意 念念 都是一时的意 确定没有二时 任王金山 世贞举了个例子 举得很好 他给我说 夜谈指 这个谈指的时间很短 夜谈指 夜谈指 有六十刹那 也就是说 夜谈指的六十分之一 叫一刹那 夜刹那里面有九百个生命 也就是有九百个意识 有九百个一念 你就知道那个一念的时间多短 那我们通常谈指谈得快 谈得快 大概 我这个谈法 一秒钟能谈四次 四 乘六十 再乘九百 刚刚好 两个十万八千 换一句话说 佛法里面讲的那个一念 一时 是多长的时间 是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秒 你怎么能知道 那我们现在用电影来放 放电影给大家看 电影那个开关呢 一秒钟二十四次 就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你在电影荧幕上看到的现象 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幻想 那我们现在整个宇宙 这个大宇宙呢 这是多少分之一秒呢 是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秒 也是幻想 这你不知道啊 所以 《般若经》上讲的好 福将《般若经》了 二十二年了 大般若经 我看了一遍 写了一句总结 《般若经》叫什么 一切法 无所有 毙经空 不可得 我说了十二个字 这是真相 你要是了解四十真相 你还打什么妄想呢 妄想上前没有 哪来的分别之处呢 不可得了 去入这个境界 就像佛像游戏一神通 到这个世界来游戏一神通 完全自在身边 真的大自在了 你为什么不自在 因为你要分别执着 你不自在 你离开分别执着 你跟佛一样自在 但分别执着 是一场空 因为宇宙万有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精进心呢 是以妙 就是了解四十真相 约满 约满 纯真的精明 这个精明是吧 精明是你的决心 进取真经 什么叫真经呢 连进不二 最要真经 连进是相对的 连进不二 真忘本 遍法界虚空界 找不到二啊 二是对立了 找不到二啊 那你要问 为什么找不到二 如果你要知道 这个宇宙的幻象 它的速度 是二十一万六千分之一秒啊 你就找不到 你难得找到 二还没出来啊 他已经换了好多张了 到哪里去这儿了 这叫真经 那入不二法门才真经啊 这是谁啊 出诸一上的菩萨 他们的境界 也是我们自己的经历 也是我们自己能把妄想分别指出方向 他入了 我也入了 你们这个世间又纷纷扰扰的 我这个世间一成不然啊 现在我们住在一起 你不妨碍我 我也不妨碍你 你不妨碍我 这叫妙 没有方案 有精进呢 这才开智慧 前面讲 你不妨碍我 纯真 精明 心经 献切 在纯真之智慧 自然而发起 慧能大师的智慧 是我们最好的例子 要跟智慧 不是学来的 不是无足传给他的 是他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的 障碍除掉之后 自然 先切 那么你就晓得 他在无足会下 我们要记住 那个时候 他24岁 在无足会下 那个时间很短 半夜三更 无足又到方丈时 见面 就在那么短短时间 他这个是信心 统统去做了 这是值得我们 省思的 我们要多想想 他能 我为什么不能 没有接受过大臣 不知道 我们都会想到 哎呀 他是再来人 佛菩萨再来的 我们是凡夫 怎么能跟他相比 一定会 一定会这种想通 那么这个想法呢 大家天天都会点头 有道理 都给你肯定 其实有什么道理啊 只不过 他心里面 分别执着非常淡薄 心底善良 准厚 你在谈经里面 仔细去观察 他是个南方人 岭南人 在那个时代 那个地方算是 没有开化的 中原人叫他做南蛮子 没有文化的地区 所以看到他 都是亲瞒他 瞧不起他 没有人会尊重他 跟他说话的时候 都带着讽刺的味道 所以南大师 受尽很多 羞辱 可是他对人怎么样 他对人恭恭敬敬 都很有礼貌 不敢侵蚀一个人 在别人家 那应该的 你是没受过教育的 我比你的程度高 你应当恭敬我 他是真恭敬 真的尊敬 这个我们要懂 烦恼轻 智慧就增长 这一定道理 所以他第一天见 吴族仁后上 他就说了一句话 这个话记载在坛经上 他跟吴族说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这句话不简单 我们一般人 见到吴族 一定说弟子心中长生烦恼 还是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不是智慧 智慧 脾气很大 容易发作 那么这是什么 我们是佛 从佛法 灌点细心去思维 善根深厚 善根深厚的原因 是烦恼很薄 障碍几乎没有了 所以接触吴族 听吴族开始 时间虽然很短 言下 彻悟 吴族给他讲道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彻底明白了 当时就作出了报告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是 没想到 没想到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不生不灭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说了这五句 吴族说 行了行了 不必再说了 一波就给他了 他这二十个字 把明信 借信的那个境界 描绘的灵力 透彻 还有借信 借信什么样子 这二十个字 讲得好啊 说明 你自己的真心 是清净的 说明 确实 没有生命 没有生死 这一天不想 本自居住 不是从外来来的 我们常讲 华言经上佛说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 如来的 断难 如来的 向好 你跟 阿弥陀佛基罗世界 跟皮诺真那佛的 华藏世界 没有两样啊 极乐化这 全是你 自信 变现的 自信 密头 唯心 净土 自信 接纳 唯心 化脏 那我们今天 住的这个世界 自信 是假 唯心 所不 哪有两样啊 那不一样 这差别像 怎么来的呢 差别像是你分别执着 就变现出来的 所以说 唯心能写 唯实能变 这是什么呢 妄想分别执着 你有这个东西 它就变 你又妄想 没有分别执着 变现的是什么 是极乐世界 是一真法界 是佛的 社报 专业图 华藏 是世报专业图 极乐 是世报专业图 这个里头是什么 只有那一年 它没有分别执着 到有分别 没有执着 变现的时候 方便 有业图 再加上执着呢 那就变现 凡圣 统业图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是凡圣 统业图 这个里面 住的人 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就这么回事 如果你执着 没有了 你就不住六道了 你就超越了 你到四圣法界 四圣是方便 有业图 如果你妄想也没有了 十法界也没有了 你到诸佛菩萨的 世报专业图 也是你自己的 世报专业图 到那里去了 他自然先前了 下面第五 定性 支持致敏 周边急沾 心肠 淋雨一尽 这一点非常重要 随着心不定 事出事发 都没有人有 特别是粗学的人 粗学的人 你没有功夫 你的心是杂乱 不要受佛法 你不得其门而入 事发 你都不能担救 随传法 学法 真的 完全靠 定空 那么你成就大小呢 与定功 刚刚好成正比例 也就是说 你定的功夫大 你成就大 你定的功夫小 你成就小 没有定功 你不会成就 你顶多只能学一点 皮毛 常识 真正 佛法的利益了 你得不到 佛法的利益得到了 我常常讲 头一个 你的相貌 你的身体改变了 真是利益了 这个道理 不深 你看世界 算命看相 看风水的人 他都说 相随心转 佛法说的更深 静随心转 所以你在佛法上 真正得利益了 你回归到自信 所以万法是自信变的 他怎么不会随心变呢 所以头一个 学佛的人 你身体是越学越好 这个有功夫 如果学佛的人越老还越衰 这个你功夫不得利 我们不能说人们有功夫 功夫不得利 有功夫没用上 功夫真正得利 不一样啊 怎么会一样呢 我们早年追随老师 我这三个老师 年龄都比我大很多 三个老师 当中年龄最亲的 是方东北先生 他大我二十多岁 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年龄差不多 大我三十九岁 我看他们我很羡慕啊 我跟张家大师的时候 大师六十五岁 跟李老师的时候 李老师六十九岁 将近七十岁 身体好啊 儿目聪明啊 上课的时候查字笛 查词原刺海 那个字很小啊 查到之后老师 来来 我念给你们听 他不戴眼镜啊 七十岁的人 眼睛不画了 走去露去来的时候 我们跟后头跑步啊 身体非常柔软 轻快 一般人走不到 一般人到他的年龄的时候 已经住拐杖了 甚至走路都要有人扶着了 我们看到佛法的树神 看到学佛好处 方老师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怎么穿呢 定就能穿 实际上 就是戒定会在书 所以不能不吃戒 当你真正欺辱这个境界了 你的戒律就圆满了 不学绝对不会完 为什么呢 到公戒 得定的人也不会翻戒 就定公戒 到社会 有会 一定有定 有戒 有定 一定有戒 不一定有会 有戒的人 不一定有定 不一定有会 但是有定会的人 必定有戒 而且我们细心去观察 自古以来 当然这是环境的关系 古人比我们有福报啊 能够找到一个好老师 一生跟着老师 老师通常一生不下山 学生一复如实 那个道义坚定 现在是社会动乱 这种环境没有了 找不到真正地方修行 有些深山地方 你想去 他不让你住啊 这是我自己没有福报 没有这个缘分 那没有法子 哪里有缘 哪里有缘 但是这个呢 这很不容易成就 必须 你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被外面境界所转 你才能成就 你如果不能坚持 随缘随着变就完了 要做到什么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这个不是容易死去 所以有高度的警觉性 一般的警觉性都没法则 必定会被淘汰掉了 所以学得很辛苦啊 非常艰难 我们这一生 遇到这么个环境 老师虽然好 老师也是做客他向 自己没有能力帮助 所以我们只能在老师能力 学到这些原理 看到老师的这个对性 坚定自己的信心 守住自己的原则 才能有这么一点成就 这一点成就 确实老天爷 给了我们寿命 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 不能成就 这个就是磨练的时间 这个就是磨练的时间长啊 常识不变 才信了 才信了 那么现在 我到了这样的年龄 我到了这样的年龄 到了82岁了 才有这个机遇 就是可以定下来了 在国内 家乡这个道场 可以定居 在国外呢 澳洲的道场 可以定居 其他的地方 语言虽然殊胜 还是不行 不成熟啊 那这两个地方 都可以提供同学们修学 重要的 重要的 谁能够成就呢 谁有定力 谁就成就了 能够老老实实 住在这个地方 十年以上啊 少了十年的时候 很难啊 我好像是在第三次 访问日本 日本我去过很多次 第三次上了比瑞山 日本这个是山呢 是日本佛教称他 唯一佛教的母亲 日本的佛教 有十三个宗派 祖师都是从这个山上出来的 在这个山上修学 所以我去的时候 就很留意 看到山上的敬祝 祖堂 难得 他们是学天台 学净土 我们净土中 天台中的祖师 他们都有雕的书像 供养在祖堂里面 我们看着很感动 善道大司的乡 我们进土中第二代祖师 治这大司的乡 特别多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唐朝那个时候 佛法非常兴旺 日本 韩国 派了很多高僧 到中国来留学 多半都是清津 治这大司 跟善道大司 所以他们回国之后 报祖师的恩 很多寺庙 用善道士 你也看善道士 这净土中 里面供善道大司的乡 无声他们大地 过去 你们开山的这些祖师大德们 在山上 最少在山上住多久 山上老后生告诉我 最少的是16年 下山 一般都是20多年 我听了之后 很感动 我在澳洲 要求同学们 希望同学们 九年 不下山 好好休息 那个时候 我还怕 九年时间 是不是太长了 听到日本人 这样说话之后 我就坚定的 不能再少了 人家至少16年 我们九年算什么 那么想到中国古人 这我们从小常常听到的 是在汉床 一句称名 这是中国过去 如是道三家 一般 在期限都是十年以上 心定下来 定能生悔 依照方法 老师指导的方法 去做 这就是持戒 能住在一个地方 学一门功课 不改变 这心是定的 大概定到个三四年 就是持戒守法的时候 三四年就得定 五六年就开智慧 智慧开了之后 就一切关通 所以一金通 一切金通 头一步经 要用十年功夫 第二步第三步 那时间很短了 可能你看一遍全通 你的底蕴 深厚 所以就变成不难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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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